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把目前SE的佣兵 已经霸宝很久的SE佣兵了 说不定 他碰上的是孟老师呢 万一碰上孟老师我们看看SE佣兵怎么救人 哎呀遇到的是红蝶 佣兵心理盲女教授 看一下九将 这个红蝶他如果不带插眼的话 其实九将这边 有说法 第一波红蝶这边好像看到了 哎呀第一时间直抽中场 那没了呀 这把宝女被看到 操作不了 即便强如九将也操作不了 这个局 我觉得 这个局我觉得趋向于一个平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这边怕震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毛女呢首先保不住 但是外围这三个人 你别说 这三个人都挺硬的 一波飞 跟下来 还敢交互啊 反正横数都是一刀 对吧 万一你这边失误没打中 也行吧 也行吧 遛不动遛不动遛不动 被找到是真遛不动 这毛女只有躲猫猫 牵制是真牵制不了 佣兵的话来我们看看 佣兵怎么救人啊 这波佣兵可能不救了 心理学这边码机被赶到 我不救人 教授也没有动作啊 佣兵这边过来 有壳 还行还行还行 佣兵这边的话 如果说能够卡半就 这卡半就极限血线 容易吃一个什么呢 吃一个飞天落地双刀 落地顶壳 好吧 还要帮忙扛一刀 这么相信九将吗 那这波佣兵既然帮忙扛了一刀了 要干嘛呢 逼出闪现啊 对于 逼不出闪现啊 佣兵这边的话 移情不要给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啊 如果我是心理学家 我这个移情一定不给这个佣兵 因为这个毛女是横竖保不住了 这毛女一定会被挂飞 移情给这个佣兵 心理学家就成为突破口了 你看这佣兵都不接这个移情 因为 如果佣兵满血了 教授满血 心理下满血 抓谁 是不是抓心理 现在你去抓这个佣兵 佣兵手里三户币 你就算把这佣兵秒了 这佣兵救下来自带搏命 三户币也能操作 心理这边来救人 不好 其实这波的话 我觉得这个毛女 可以不要 我觉得可以不要 这边帮忙扛 这毛女保不活呀 这全员来了 这局穷着打崩了 这样的话 等于说我挂飞 毛女 我找到心理起挂 红蝶 保平 真胜 本来的话 外围呢 你抓佣兵 对于红蝶来讲 这个局势一定 不好打的 你抓心理学家三刀 抓教授 有壳有飞轮 但现在不一样 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觉得刚才佣兵那波 没有接移情 很正确啊 这个佣兵接了移情 心理学家就成为突破口 找到心理 对于红蝶来讲 这波击倒心理学家之后 外面的密码机不够 你要派人来救 而且呢 佣兵是个半血 救人就要吃双刀 你只能教授来救 教授这边的话 位置还被排到了 感觉横数都是个多抓局啊 这波不就会好一点 或者说呢 压着 看情况通 可能会好一点 再片刻 飞轮 全交了 追过来一刀 好有 而且这边救下来以后 感觉立马得吃刀啊 总有一个人要吃刀吧 完了多抓 第二波救人 救毛女 把穷生者给打崩了 有点崩 那波 求生者投资了太多太多的资源到这边去 但是他们的收获又太小 毛女压根扛不住啊 红蝶 当然这个红蝶这个闪现交的够果断啊 就如果说这套阵容 他们过去救人的是古董勘探这一类能打架的角色呢 我觉得倒是可能有点说法 顶壳 可以 这边拖出了一个壳 但心里这边走不了啊 这个心里怎么走啊 飞过来 一刀挂飞 教授这边的机子差一半 就挂你脸上 红蝶手里有传送 击倒教授传送落地 应该是一个偏四抓 或者击倒教授挂上以后传送落地 游民这边应该是考虑要跳地窖的 修机怎么就随便修一修 没飞过来 你别说这教授其实还挺能扛的 还挺能扛的 看到游民的机子了 你传吧 你总得挂上传 游民这边杀手吧 不杀手 不杀手传你脸上了 这波不杀手 不就传你脸上追四抓了吗 你又救不下这个人 可能也不想浪费时间了 就把三个护皮交交完 能修多少机子修多少机子 飞一刀 还能救拨人 教授这边还能玩 飞过来一刀 砸板 不知道 想要上分的想法呢 我觉得佣兵这边狗地窖 可能会好一点点 翻翻箱子狗地窖 什么都会好一点 这把其实教授和佣兵 我觉得打的操作上面来讲都很好 但是局势太崩了 这佣兵再回去修机子啊 等会儿 这能跳地窖 因为这边佣兵去修机子 你是不是必须挂这个教授 然后佣兵这边机子点亮 是个满血 你挂上这个教授 他这边就跳地窖了 剪个魔术棒 难道这一切都在他的安排之中 他不会把自己卡住了吧 但不影响 不影响 反正吃一刀怎么滴出来了 这给他跳地窖了 这个地窖跳的 他还得算到这个教授能扛住 首先呢这个教授过半了 毫无痕迹的吧 就是 你看教授 我都不跳地窖了 我来救你 救完以后教授扛起来 推了一轮 佣兵教自己过去码机点亮 然后再跳地窖 这不会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吧